主持人 你们上哪儿能蒙保守 现在你们这些人 因着受刑罚审判 因着被咒诅蒙了保守 因着受许多苦蒙了保守 要不人早就堕落了 这并不是有意跟你们过不去 人的本性难移 非得这样做 才能将人的性情变化 现在你们这些人 就连保罗的良心理智都不具备 连保罗的自知之明都没有 对于你们就总得压着点 总刑罚审判 才能将你们的灵唤醒 最有意你们生命的 还是刑罚审判 必要时还得做点事实灵级的刑罚 你们才能彻底服气 你们的本性就是没有刑罚咒诅 就不肯低头 也不肯服气 没有眼见的事实 就达不到果效 你们的人格太低贱 不值钱 不用刑罚审判 难得将你们征服 难得将你们的不义 不服压倒 你们的救星 实在是根深蒂固 若将你们放到宝座上 你们就不知天高地厚了 更不知何去何从 你们连自己从哪来的都不知道 怎么能认识造物的主呢 没有今天及时的刑罚与咒诅 你们的末日早就临及了 更何况你们的命运 不更是危在旦夕吗 阿们 读着这段神的话 我想到自己以往 一直没有自知之明 活在狂妄性情中 作恶搅扰教会工作 被开除出教会了 那段时间 我虽然痛苦难受 但是我也深深地体会到 神的刑罚审判 对人确实是矮 也是极大的保守 阿们 阿们 你当时是咋经历的呀 是啊 那是2007年 我心神一年多 就被选为教会带领了 当时我热心非常大 每天积极地聚会 教官新人传福音 经过一段时间的配合 福音工作 教官工作 培养人 都有了些果效 感谢深 后来啊 哪处教会 教会生活差 工作果效不好 上层带领就让我去扶持 我去后一段时间 教会各项工作 就正常运转了 弟兄姊妹也特别高看我 我非常自豪 走路啊 都是仰着头 心想啊 我就是比别的教会带领 会解决问题 有工作能力 经我扶持过的教会 一段时间都有了果效 看来啊 我真是教会里 难得的将才 就这样 我连续做了 七年教会带领 我从心里觉得 我就是当带领的料 因此啊 也越来越狂妄 到了2015年冬天 思雨姊妹和我佩达 负责教会工作 她信神年头比我多 金本分踏实有负担 但是接触一段时间后 我发现 她分辨能力 交通真理都不如我 金本分效率也没我高 我从心里就看不上她 觉得 虽然她之前 经过多种本分 我还是比她强 有一次 我听一个弟兄说 她传扶一枚果效 活在难处中 思雨当时 没看到问题 交通解决 没达到果效 我知道这个情况后 心里对思雨满了嫌弃 就在同工面前 大声斥责她 就你那样交通 咋能解决问题 弟兄姊妹咋会有路 思雨低着头小声地说 是我不会交通 当时我不但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反而得理不扰人 继续数落姊妹 心想 真是一事无成 如果不是你还能处理点事务工作 有你没你也都行 2016年2月份 有一次蒋道员来跟我们聚同工会 蒋道员询问工作时 思雨先回答 我心里就不乐意了 心想 你是不是想抢我的风头啊 有我在这儿 我还没说呢 咋轮到你说话了 我就抢话不让他说 这是思雨当着蒋道员的面说 我受你辖职 我一听可火了 我心想 你当着几个执事的面 在蒋道员面前告我的状 让我颜面扫地 以后 我还咋在这个教会立足 大家会咋看我呀 我就生气地说 你受我哪方面辖职 思雨就不敢吭声了 从此 我就对她产生成见了 有一次聚会 思雨交通的时间 是要长了一点 我火气蹭一下就上来 我直接打断她的话 不瞒地说 你简单说一下就行了 别说那么细 耽误时间 要是姊妹 交通的有亮光 对人有益处 这么大单交通不合适啊 是啊 那个时候啊 我没意识到这些问题 甚至在去同会的时候 我也有意当着几个 同工的面数落她 让她难堪 以显示自己比她强 发现她基本份有偏差 我也数落她 导致她更是我辖职 哎呀 之后思雨聚会啊 也不怎么交通了 说话总看我的脸色 临到事我不在场 她都不敢做决定 几个职事有什么事 也直接找我商量解决 教会里一切的事 都是先问我 等我做决定 这不是好兆头啊 这是想一人说了算呢 是 当时我心里觉得 有些不妥 但是又觉得 我这样做 也是为了维护教会工作 是有负担有责任心啊 那况且 自从我来到这处教会后 教会生活确实变好了 各项工作也都有了起色 我做的还是正面的 我也就没再多想了 接下来啊 我仍然跟之前一样 只要看到同工和弟兄姊妹 金本费有偏差 我就站高位指责他们 弟兄姊妹 因怕我对付 不相聚会了 佩塔姊妹 因为长期是我挟职 内心压抑 哭着要引咎辞职 看到这样的结果 我心里有些受责备 觉得自己老教训人 指责人也不合适 是 但是又一想 我对付你们 也是为你们好 我也没啥坏心眼 这样想后 我心里仅有的一点责备 也消失了 2016年9月 另一处教会和我们教会合并 过来两个姊妹 常青和郑露做组长 当时需要培养教官组长 我们衡量 赵瑞姊妹虽然交通真理差一些 但是人实在 也有负担能做些实际工作 就想培养赵瑞 郑露得之后就有些意义 她认为 另一个姊妹虽然信神时间短 年龄小 但是比赵瑞有培养价值 更适合 思雨回来后 就把情况反映给我了 我一听 心里的火立刻生腾起来 心想 这是我负责的教会 啥事我说了算 你却在这里横插一杠 你一个外教会的人 在我负责的范围内 竟然这样明目张胆地 骄扰打岔 不让你尽本分了 把你隔离了 你就不打岔骄扰了 我心想 这是我的地盘 你不听我的 你就走人 不让你在我们教会待下去 我就生气地 对几个知识说 郑露这是在搅扰工作 停止他本分 把他隔离了 让他在这里打岔搅扰 是不是太严重了 人家只是发表一下观点 就把人隔离了 这是打击排这一劫啊 是啊 教会不是哪个人的 也不是谁的地盘 这是神的教会 是啊 咱们这么说呀 这性质有些严重啊 对 是 当时一个姊妹提醒我了 她说 你这样做不合适吧 她要是做得不对 咱再给她交通交通 该指点指点 你这样处理 好像排斥她一样 是啊 我心想 她还不是我们教会的 什么人该培养 什么人不该培养 我能不知道 再说 赵瑞虽然有缺陷 可是她人实在 能做实际工作 郑露这个人啊 本身我就看不惯 我不再去给她交通了 之后 我没有经过 教会弟兄姊妹通过 就把郑露隔离了 这严重违背原则呀 是啊 就在我的狂妄性情 越来越膨胀的时候 有弟兄姊妹监举了我 随后上层带领 就安排人来了解情况 给我读了 弟兄姊妹对我的揭露信 根据我狂妄自视 一贯教训人 挟制人的表现 按人性不好的 假带领撤换 可是听到这些 我一点也接受不了 心想啊 我咋会被撤换了呢 信神十来年 我整天披星星 带月亮 做工花费 教会里啥事 我都是跑在最前面 我咋被撤换了呢 我心里就很冤屈 走在回家的路上 眼泪也止不住地流 那时候还没反应自己 没有 因为当时还没有人 安排接受工作 有些工作我暂时配合着 我没觉得这是神 给我的悔改机会 反而觉得 我虽然被撤换了 但还能继续做工作 看来啊 教会离不开我 过不了多久 我还会做教会带领 去小组聚会时 一个姊妹对我说 这段时间看你瘦了 我说 我在家 一直反省自己 写灵修笔记 我也恨自己 写着哭着 姊妹说 你就是追求 都撤换了 还在写灵修笔记 还有一对夫妻说 姊妹 你能受苦花费 撤换你 俺们都通不过 带领还专门 给我们聚会交通 这是为你在打包不平啊 是啊 那你有没有跟他们交通 解剖自己做的恶呀 没有 我假惺惺地说 我就是假带领 该必撤换 你们不能站在我一边 为我说话 得站在真理一边 但是心里却很高兴 看来 还是弟兄姊妹了解我 知道我是被冤枉的 教会里就数我做的工作多 那就是撤换佩搭的姊妹 也不能撤换我呀 我又想到 那天给我读的揭露信 多数都是同工揭露的 我心里就更加抵触不服 我说你们也是为你们好 你们却是我教训你们了 还揭露我 导致我被撤换了 我明明啊 做的是正面的 你们却不看好 我真是处理不讨好 以后 我再也不指点你们问题了 看你们离了我重不重 那段时间 我外表也在尽着本分 但是心里一直抵触较劲 对揭露我的同工 也产生了恨意 他们跟我说话 我也爱搭不理 整个聚会啊 黑着脸 不说几句话 他们受挟着 不停地看我脸色 聚会也没有达到果效 看到这一幕 我不但没有丝毫的悔意 反倒觉得 我受的痛苦 都是他们检举揭露我造成的 是他们不知好歹 我还在弟兄姊妹面前 发泄自己的不满 我都被撤换了 还让我去聚同工会 我又不是带领 让我去干啥 我都被撤换了 还让我坐这坐那 不还得靠着我 当时没有一点悔改之心啊 是啊 是 一个月后 带领了解到 我撤换后不反省自己 还在弟兄姊妹面前 释放不满 就交通揭露我 我不接受 还记恨反应情况的姊妹 心想 我把你当知心人 你居然背叛我 反应我的问题 等我再见到你 我非得数落数落你不可 聚会时 我就黑着脸 生气地指责姊妹 我以后啊 再也不敢跟你说知心话 谈点败坏 也给我检举出来 姊妹就很无奈地坐在那 接着我有委屈地说 我以后啊 再也不做带领了 把我撤换了 还不让我回家 让我在这里丢人现眼 这就像炖刀子巨人 同工厅后 惊讶地看着我 这场聚会 就又被我搅晃了 过后 佩达的姊妹提醒我 这是在释放消极 是啊 但是我却一点 直觉没有 因为我对撤换 一直抵触不服 还散步不满 释放消极 打岔搅搅搅会生活 两个月后 弟兄姊妹揭露了 我打岔搅搅会工作的 二十多条表现 听着弟兄姊妹 对我的一条条控诉啊 我如坐振战 只想找到地方 钻进去了 带领就说 通过弟兄姊妹的检举 看到你在教会里 一贯侠制人 教训人 甚至整治人 啥事都你一个人说了算 任意妄为 弟兄姊妹 都受你挟制 你在教会里 都无法无天了 撤换后 还不服不满 搅扰教会生活 散步观念迷惑人 让弟兄姊妹 为你打抱不平 结合你的所作所为 按弟基督 开处出教会 你当时 没想到是这个结果吧 没有 我当时一下贪了 这真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的 我信神多年 竟会落得 这样的地步 我心里也痛苦到了极处 就觉得像天塌了一样 除了哭 不知道该咋办 离开神的日子 以后的路 该砸走 我想都不敢想 我信神的生涯 就这样结束了 然后接下来的日子 我向神祷告 就感觉神离我很远很远 再也没有神同在的感觉了 手里拿着神的话吧 也是 没有目标地翻着 心里黑暗空虚 只和神的话也没有亮光 我想在神的话里找到路途 但是觉得 今天与以往不一样了 我已不再是 神家中的医员了 神也不会再要我了 就这样 每天都是在 惶恐中度日 然后病痛也临到了我 那段时间 我每天就只喝一碗西汤 常常世生痛苦 整天就浑浑噩噩地过着 如同行尸走肉一样 我觉得自己啊 快活不成了 就迫切地向神祷告 然后一天早上 我脑海里就闪现出一段神的话 做母亲的 怎样了解自己的孩子 神也是怎样了解每一个人 他了解每一个人的难处 了解每一个人的软弱 也了解每一个人的需要 更了解每一个人 在进入性情变化这个过程中 会遇到哪些难处 会有什么样的软弱 会有什么样的失败 这些是神最了解的 阿们 阿们 我就清楚地意识到 这是神的开启 我觉得 神还没有完全丢弃我 神还在我的身边看着我 是 我就痛苦流泪地向神祷告 我说神啊 原来你还没有放弃我 你还在我的身边陪伴着我 还在开启带领我 我就感到神的话特别地亲切 把我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 使我有了活下去的勇气 我的心不那么绝望 感谢神 感谢神 神的话就是光啊 是啊 后来呢 我就开始向神祷告 扭转自己的情形 有一天 我听到我听到一首经历诗歌 神话审判 如利剑扎心 看到我败坏太神 哪有人模样 狂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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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一点理智 对神 没有丝毫敬畏 我心情没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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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属撒旦 真是抵挡神的种类 我心情没变化 我体尝到神的爱太大 神啊 我愿好好追求真理 活出新人样式 安慰你心 阿们 阿们 我就反复地听着这首歌 泪水不断地涌出来 歌词中的每一句话 都在触动着我的心 也正是我心中想说的话 我的良心 在深深地受着谴责 想想 我临到检举 撤换 这都是神给我摆设的环境 是 目的是为了警醒我 让我回头向神悔改 这是神对我的爱和拯救 对 但是 我都给推了出去 我没有一次是 从神领受学功课的 神给的机会 被我一次次地错过 现在 再也没有机会了 我心里就充满了 亏欠和懊悔 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 后来我想到 自己就是一个受造之物 我的这口气息是神给的 就是神不要我了 我只要一天不死 我都应该环抱神的爱 我不能因为自己被开除了 就不信神了 是 在我这口气息 没有被收走之前 我还得跟随神 得反省认识自己 对 阿们 阿们 不管神怎么对待 我们能追求真理 有真实的悔改 很关键呢 是 当我想到这些时 便开始琢磨 自己信神多年 最后 最后为啥落得 被开除这样的下场 之后 我看到神的话 全能神说 你信神多年 从来不会顺服神 不接受神的一切说话 而是让神顺服你 按照你的观念来 那你就是最悖逆的人 就是不信派 这样的人 怎么能顺服神那些 不合人观念的 做公说话呢 最悖逆的人 就是存心不服神 抵挡神的人 这是神的仇敌 是敌基督 对神心的做公 总是抱着敌对的态度 从来没有一点 顺服的意思 从来没有 甘心的顺服与降悲 在人面前 他最自高 从来不会顺服 任何一个人 在神面前 他自以为 是最会讲道的人 是最会做别人工作的人 对自己原有的宝贝 从来不舍弃 而是作为传家宝 来共败 来给别人讲 以此来教训 那些崇拜他的 糊涂虫 这样的人 在教会中 的确有一部分 可以说 这些人是 威武不屈的 英雄世家 世世代代 寄居在神家之中 他们把讲道 作为自己的 最高职责 一年又一年 一代又一代 他们都在 力行着 他们神圣 不可侵犯的职责 没有人敢碰他们 也没有一个人 敢公开指责他们 他们成了神家中的 天王老子 横行霸道于 每个时代之中 这帮恶魔 企图连起手来 拆毁我的工作 我怎能容让 这样的活鬼 存在我的眼前呢 阿们 阿们 神话语的审判 使我麻木的心 有了些知觉 尤其是 不信派 敌基督恶魔 这些词 使我感到 特别地扎心难受 我不断地反思 也问自己 信神多年 撇加舍业 受苦付代价 尽本分 咋就成了不信派 还是敌基督恶魔呢 回想 我认为 自己做了多年带领 比几个同工 能做些工作 能解决些问题 还被上层带领 高看重视 我便以辞为资本了 觉得自己 比别人素质好 有工作能力 是个人才 不由地就狂起来了 是 特别是 让我到薄弱的教会 接着实际的配合 工作很快有了起色 我就认为 这是我的功劳 更觉得自己 干啥都重 比别人都强 就目控一切了 是 当蒋道员来了解工作时 我认为 我是教会的老大 是最有说话权的 看到佩达的姊妹先说话 我认为她是在 抢我的风头 进本分期间 我不看同工的长处 常常摆资格 教训数落她 我在佩达的姊妹面前 就像个领导一样 她哪点做得不合我意 我就噼里啪啦地 一顿教训 导致姊妹受我挟制 进本分 未手未脚 完全看我的脸色行事 教会的工作 都是我一个人说了算 完全把同工夹空了 当组长 对我选的人 提出异议 我觉得 她没把我这个带领 放在眼里 心里就容不下她 我不跟任何人商量 就停止她的本分 把她隔离了 依此来树立自己的微信 回想自己这些所作所为 我哪是在尽本分呢 我在教会里横行霸道 任意妄为 让弟兄姊妹都听我的 按照我的意思行事 我这不是在教会里 掌权输了算了吗 是啊 是 因着我麻木刚硬 做了这么多的恶 还没有意识 神借着弟兄姊妹检举我 撤换后 我不认为这是神的爱 神的公义性情临到 也不反省认识自己 还不服不满 以自己的撇弃花费为资本 认为自己是有功之臣 不该被撤换 还认为 同工揭露我 是跟我过不去 据同工会时 我就像泼妇一样 撒满耍横 喊冤叫去 严重骄扰教会生活 我还假惺惺地认识自己 迷惑弟兄姊妹 站在我的一边 为我打抱不平 是 我在教会里独揽大权 让人听我的 甚至打击排斥一击 对监局撤换还不服 叫嚣对抗 散布观念 迷惑弟兄姊妹 就看到我的所作所为 正如神话皆是的 也没有一个人 敢公开指责他们 他们成了 身家中的天王老子 招不得惹不得 没有人敢揭露我 指责我的不是 我的狂妄本性 已经膨胀到了 歇斯底里的地步 我流露的 不是一般的败坏心情 就是撒旦本性爆发了 所以定性我为敌基督 这一点也不为过 神家这样对我处理 是神的公义 我心服口服 我做了这么多 抵挡神的事 真是死有余辜 该受咒诅 我一次次地向神祷告 神啊 我作恶太多了 要不是开除我 不是你的公义性情 向我显明 我不知还要做出多少恶 神啊 我愿意向你认罪悔改 即使现在就让我死 我也愿意 老老实实顺服下来 阿们 阿们 感谢神 听完你的交通 我体会到 人如果不追求真理 没有敬畏神的心 凭败坏性情做事 随时随地 都能作恶 抵挡神啊 是 经历这样的环境 能够反映 任人自己的问题 这是神的爱啊 是 是 之后 我又看到神的话 全能神说 你心里真明白真理了 就知道怎样实行真理 顺服神了 自然就能走上追求真理的路 你走的路正确了 达到和神心意了 圣灵的做工也不会离开你 这样你背叛神的危险就越来越小了 没有真理就容易作恶 并且身不由己 比如 你有狂妄自大的性情 不让你抵挡神也不行 你自己控制不了 这是身不由己的事 你不是故意的 是由狂妄自大的本性支配的 狂妄自大 就是你藐视神 不把神放在眼里 狂妄自大 就是你好高举自己 处处显露自己 狂妄自大 就是你看不起别人 心里只有自己 狂妄自大 使你心里失去神的地位 最后坐在神的位上 让人都顺服你 把出于自己的意思 自己的思想 自己的观念 都当作真理来供奉 这个狂妄自大的 本性支配人 做了多少恶事啊 要解决人的作恶问题 必须先解决人的本性 没有性情 没有性情的变化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阿们 阿们 从神的话中 我明白了 我能掌控教会 一个人说了算 能教训辖制同工 排斥一几 根源 是受狂妄自大的本性支配的 就是这个狂妄自大的本性 让我把自己看得特别高 认为自己做什么都对 弟兄姊妹都得听我的 谁与我的意见不合 我就排斥整治对方 撒旦的毒素 天上地下 唯我独尊 顺我者长 你我者亡 让我变得越来越狂妄自大 在教会里 想干啥就干啥 已经成了 无法无天 无人能管得住的狂徒了 失去了良心理智 没有一点人性 如果不扭转 最后 只能因着与神为敌 被神惩罚淘汰 是 想想 神告态我 给我机会操练做带领 神的心意 是让我借着这样的机会 追求真理 同时 也能交通真理 扶持帮助弟兄姊妹 是 可是我在教会里 做王掌权了 只要发现弟兄姊妹流露败坏 我就教训数落 把弟兄姊妹 当成 该打该骂的奴仆了 一旦谁对我的决定 提出异议 我就打压整治谁 看到 我太恶毒了 不管给弟兄姊妹 造成多大的痛苦 给教会生活 带来多大的骄扰 我都是麻木不仁 教会 根据我的所作所行 把我撤换了 我仍不死悔改 还觉得自己是个人才 神家离不开我 还继续在教会里 打岔搅扰 散步不满 拉拢弟兄姊妹 站在我一边 为我暴打不平 性质 就是在抗拒教会 对我的处理 是啊 是在抵挡神 与神作对呀 我被开 处处教会 完全显明了神的公义 也是我旧有自取 想起往事的一幕幕 我心里呀 很受谴责 恨得呀 朝自己脸上 扇了几巴掌 但是过犯 已经无法挽回了 我想到 之前伤害过的弟兄姊妹 我先去到一个 我能接触到的 一个姊妹家 我留着泪对姊妹说 我看到自己啊 真是没有一点人影 当初跟你佩搭的时候 我处处嫌弃你 还说难听的话 教训你 挟制你 我看到自己 真不是人 我太狂妄了 我给你道歉 姊妹也跟我交通 安慰我 让我在这个环境中 好好学功课 当我在这次 开除的事上 顺服下来的时候 我心里感到 踏实了很多 就那种 恐惧无助的滋味 减轻了好多 想象 自己所做的一切 如此一样扎在心中 使我不堪回首 即便到最终 我没有什么好的结局 我也愿意顺服下来 反省悔改 感谢师兄 为了弥补自己的亏欠 我就理所能及地 扶持消极软弱的弟兄姊妹 也接待弟兄姊妹 来我家聚会 自己也在家持合神话 写经历兼证文章 不知不觉 我又感受到了神的同在 也有神话语的引导和带领 心里感到充实多了 感谢神 感谢神 我想到神的话说 神的怜悯与宽容 并不难得 是 难得的 使人真正的悔改 阿门 两年后的一天 我听一个姊妹说 教会要接纳我回来 感谢神 心里很激动吧 是啊 心里很高兴 但是还不太敢相信 特别盼望回到教会 心想 如果有一天 我回到教会 我再也不要像以前那样 作恶了 没想到过了两天 带领约我见面了 说 经过了解 你在开除期间 有悔改表现 接待扶持弟兄姊妹 也揭露自己 作恶的事实 教会根据原则衡量 恢复你的教会生活 你愿意回来吗 我激动地连声说 我愿意 我愿意 感谢神 感谢神 就走在回家的路上 我的心都是在笑的 我就想大声喊 神啊 神啊 我又回到你的家中了 当时我就感觉 一切都是美好的 以往的苦涩之味 都烟消云散了 那是 回到家 我激动地不知道 该向神说啥 只是流着脸泪 向神祷告 我说神啊 我又能和弟兄姊妹 在一起过教会生活了 神啊 我感谢你 神啊 我感谢你 阿们 阿们 随后 我又尽上本分了 面对这次尽本分的机会 我是格外地珍惜 不愿再像以前那样 作恶抵挡神了 我也深深地体会到了 造物主的公义性情 活灵活现 阿们 阿们 神无论是发怒 还是怜悯宽容人 都是他公义性情的发表 阿们 看到神不管咋做 对人都是爱 都是拯救 阿们 阿们 2020年11月 教会选举 我被选上福音指示 感谢神 感谢神 想到 以往我作恶 给教会工作 带来打岔交绕 这次神家 又给我悔改的机会 我可得好好配合 不能再凭狂妄性情 进本分了 是 是 一天 我看到神的话 全能神说 作为带领工人 你如果总高高在上 把尽本分当做官来享受 总贪享地位之福 总有自己的打算 总顾及名利地位 享受名利地位 总搞自己的经营 总想得到更高的地位 想管辖更多的人 控制更多的人 把官做大 这就要麻烦 把尽重要本分 当做官来享受 就太危险了 你如果总这么做 不想跟任何人配搭 不想分散你的权利 给其他人 不想被别人占了风头 不想被别人夺取光环 你只想一个人独享 这就成敌基督了 但是你如果常常寻求真理 实行背叛肉体 背叛自己的存心想法 能主动与别人配搭 单纯散开地向别人咨询寻求 能够悉心倾听别人的说法建议 不管谁的建议 只要是对的 符合真理的就能接受 这样实行是聪明的 是正确的 就能避免你走错路 对你就是保守 你得放下带领这个官闲 放下地位的臭架子 把自己当普通人对待 与别人占平等地位 对本分有负责的心态就对了 你总把本分当官闲 当地位来对待 或者当成一种贵官 认为别人都是为你的地位 效劳服务的 这就麻烦了 在神心里就要验增你 恶心你了 如果在你心里认为 自己与别人是平等的 只是多了一点 神的托付与责任 你能够学习与别人平起平坐 甚至能够弯下腰来 询问别人的意见 能够认真的 细心地 用心地去倾听别人说话 这样你与别人 就能产生和谐配搭 阿们 阿们 神的话给了我们实行的路途 是啊 神对我们的要求是 让我们放下带领的架子 与人和谐配搭 凡事不持守自己 多听取别人的建议 吸取别人的长处 这样实行才能达到合格尽本分 阿们 阿们 想到以往啊 我认为自己信神多年 一直尽带领本分 有做工经验 便以此为资本 总认为自己比别人强 看不见弟兄姊妹的长处 给人带来的都是伤害 是 给教会工作带来的都是搅扰 现在想想 佩达的姊妹 尽本分比较稳重 有负担 发现谁做事违背原则 她能指点帮助 我不看她的长处 总嫌弃她 多数时候 不采纳她的建议 还挟制她 想到这些 我就感觉很蒙羞 觉得挺对不起姊妹的 每个人身上 都有长处 谁让我们佩搭在一起 是为了让我们 能互相帮助 取长不短 互相制约 方知我们走错路 这样实行 对教会工作有益处 阿们 现在啊 我得扭转了 在尽本分中寻求真理 多听取别人的建议 不能再摆资格 平经验 得按照神话指的路途实行 阿们 一次聚会的时候 我们在一起商量 一个福音对象的 难处和问题 我和一个姊妹的观点 不一致 当我说出自己的观点时 被姊妹否认了 我就感到有些没面子 心想 我按照自己的思路 这段时间传福音 也有些果效 你年龄小 又没有负责过福音工作 这些问题 我能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吗 我又想狂妄 吃手自己了 这时 我想到神的话说 如果在你心里认为 自己与别人是平等的 只是多了一点 神的托付与责任 你能够学习 与别人平起平坐 甚至能够弯下腰来 询问别人的意见 能够认真的 细心地 用心地去倾听别人说话 这样你与别人 就能产生和谐配搭 阿们 阿们 这是我意识到 姊妹否认我的观点 也是让我放下自己的高姿态 学会与人和谐配搭 听取别人的建议 是 是 我用心琢磨才发现 姊妹提的建议 合适 有可取的地方 感谢 是 这个时候我才感受到 以前都是我自作聪明 把自己看得很高 不听取别人的建议 使我太狂妄了 也看到 圣灵在不同的人身上做工 不管谁提出来的建议 都得多倾听 多寻求 取长补短 才能做好工作 阿们 现在姊妹说的合适 我应该接受过来 我说 那就按照你这个方案去做 感谢是 当我放下自己的意思 听取别人的建议 以教会工作为重时 心里很踏实 感谢神 感谢神 现在在尽本分钟 临到问题 大家各自发表 各自的观点 哪个弟兄姊妹说的合适 能解决问题 我就采纳 有时弟兄姊妹 指点我的问题 我心里虽然不好受 但是能接受过来 反省自己 这样实行一段时间后 自己也有了些涨金 也能与弟兄姊妹 正常相处了 经历这次开除 我虽然很痛苦 但是我对自己 根深蒂固的狂妄本性 有了些认识 不经历这样的环境 就我这样的狂徒 真的不好变化 信到最终 也是被显明淘汰 是啊 这次的撤换 开除 是神对我极大的爱 极大的拯救 我从内心深处 向神发出真实的赞美 阿们 感谢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